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奧漁綜合的董事梁安琪轉讓了30萬股B股, 被常務董事何超鳳。 梁安琪出席活動受訪時表示, 是因應新博彩法規定而轉讓股份。 他認為所涉及的B股不涉及利益, 同時亦相信其他競投賭牌公司亦會有陸續股權變動。 至於媒體問到公司會否因應競投賭牌而調整架構呢? 梁安琪說相信公司方面是會有所安排的, 而其實根據新博彩法要求, 成批公司的常務董事要佔股至少15%。 講完轉股部分,講完黃金周。 黃金周最後一日,梁安琪表示, 普京人的商場在假期人流相對平日上升五成, 旗下酒店入住率有八成多, 認為生意不錯,見到政府做了很多事, 希望未來可以再接再來, 來澳門的旅客可以陸陸續續增加。 這就是梁安琪對於股份轉讓的講法。 同時提到B股的股份轉讓是無涉及任何利益, 即是一個象徵式的轉股, 但咩非的人就變了何超鳳去做咩非。 好咩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那你認為這個動作是意味著什麼呢? 下面留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